如果评选史上最笨的鸟,它一定当然不让,因为自身的蠢萌一度走到了宾威的地步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鸟类中的傻袍子,萧鹰鹉 所谓是一声绿羽在临鹰,提染闭塞逆草坪,空腹翱翔高飞梦,身胖如鸡难前行 其中绿羽指的便是今天的主角,萧鹰鹉 作为世界上唯一不会飞的鹰鹉,如果说鸡都比它灵活,一点都不过分 重达8斤的体重,让这个笨重的家伙走起路来,憨态可居 它的外表长着一张酷似猫头鹰的大饼子脸 羽毛比大多数的鸟类肉柔软的很多 一对短小厚重的翅膀子,对萧鹰鹉来说如同鸡肋一般的存在 只能在爬树时起到维持平衡的作用 看到这,如果你以为此鸟是个憨憨,就大错特错了 恰恰相反,不会飞是通过聪明的进化而来 众所周知,新西兰曾经是鸟类和爬行类的天堂 曾大型化的这个孔鸟就是栗子,高3.6米,重230公斤的身形 让它成为了新西兰大陆的一方霸主 没有天敌的生活已经十分安逸了 有些鸟类就不懂得居安四危了,比如孔鸟,几围鸟等等 当然,这个萧鹰鹉也是其中之一 不用飞行,也就不用再保持轻盈的身材 身体开始放飞自我,在肥胖的路上一记绝尘 身体呢,有多结实,长多结实,能储存越多脂肪越好 宾威的隐患从此埋起了 随着不速之客,欧洲殖民者登陆上这个世外桃源 傻鸟的命运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羽毛是天然的绿色,可作为一副饰品 亲人的特征呢,如同肚肚鸟一样 遇到人呢,不会远离,还傻乎的戳上前看看 当做宠物呢,实在不想吃的 萧鹰鹉体内自带果香,成为餐桌佳品 对于爱吃肉的入侵者来说呢 比起嘟嘟鸟的肉质,更多人青睐萧鹰鹰的身子 肥鸟比鸡重,御笛身不动 体内果香味,烧烤肉重重 估计鸟本无辜,怀想起碎 说的大概就是如此了 如果说人的参与啊,就是给本不多的萧鹰鹵的数量雪上加霜 那随之来的家猫啊,幼啊,野鼠啊 更是一把把这个萧鹰鹵踹进宾威的行列 即使一般雌鸟的寿命在60岁以上 可雌性的萧鹰鹵鹵平均五年才生一次小鸟 一般需要三个月的繁殖期 繁殖之前呢,这个熊鸟每天在自己的挽动中为唱歌 甚至呢,叫声能传播五公里之远 如此有毅力的表演会持续整整一天 只为能得到雌鸟的连眼相看 在这场球偶大作战中啊 没能得到回应的单身鸟就会孤独终老 有魅力的熊鸟呢,却能受到众多雌性的宠爱 夜夜当新郎啊 当然有饥不择死的胆大的这个熊鸟 一度把摄影师的脖子当成了交配的对象 双翅呢,抱住对方的头 开始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啊 或许这就是傻鸟的可爱之处嘛 因为欧洲殖民者是属于一个无节制的索取 曾遍布满岛的骁云武饼离灭绝 因为一些家猫呢 就一年就能捕食幼鸟2600万只 没有自卫能力的骁云武 只能促手就擒呢 直到二世纪末期 骁云武的保护计划正式启动 新西兰政府呢 开始想办法弥补 用了整整30年 才勉强的把65只的种群提高到154只 毁灭有多轻而易举 恢复就有多艰难 如今只是要保护一个这么小数量的种群 却需要几代人的协作 以及数以亿计的资源资金投入 一切只为了嘟嘟鸟的悲剧不再上演 看到此处 如果你拥有一只骁云武 你会如何处理呢 欢迎留言 我是大魔王 一个在尼远遍云谷洪荒 一览史前岁月的同行者 一切资金投入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